這一個是很惡毒的謠言 日本外相所講的原文已經翻譯 都在網上可以看到 他並沒有如謠言所說 這樣的話 日本的這個外相的說明 其實昨天外交部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這個外界的網路上的流傳 其實是扭曲了這個外相的意見 說明 對外說明的內容 我想這個外交部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應該存著感謝的心 感謝其實我們的友好國家 對我們的一些支持跟援助 而且是在這個最需要的時候 提出來的幫忙 副壓艙的這個時間要看 這個裝載貨運等等 cargo的那邊的安排 所以我們會再確認 確認這個貨運的時間 日本給台灣124萬劑疫苗 網路遙傳是蔡政府自己跟日本說 7月要施打國產疫苗 台灣只要少量疫苗應急 外交部駁斥根本扭曲 日本誠意蘇奎轟 謠言惡毒一定查辦 不過還原日本外相的說法 默默外相3號在日本參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會確實說出 台灣7月後疫苗生產體制將完備 目前有緊急迫切需求 但網友質疑是有蹊蹺 怒哄重點是誰告訴日本外相7月 台灣會有國產疫苗 沒人跟日本外相說 他會自己蹦出這句話嗎 到底誰讓日本誤解 台灣只有目前有迫切需要 為何政府不直接跟日本多要疫苗 重點是你們誰傳遞的說 我們下面會有自己整備疫苗 政府部門在跟日本的交涉過程中 竟然給這樣對方的印象 覺得說我們有一些就好 有一些就好 好像只是要來電檔的 就算政府沒跟日本說 只要124萬劑疫苗 但卻讓日方誤會 當7月可以自己自足打疫苗 只有6月才有迫切需要 民眾痛罵蔡政府溝通的結果 就是全民還要等國產疫苗 台灣什麼都沒有自己玩 你敢打嗎 衛護國產疫苗 在政府不但拖延 還不主動爭取國際疫苗 這回到底有沒有黨日本給疫苗 恐怕大觀心裡最知道 記得是我想李璇 台北報導